一大早牛兄就等着开饭 吃饱喝足了就要去修脚了 农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师傅来修蹄子 厚重的蹄子会影响健康 不定期检查的话蹄子内部可能发炎 严重的会威胁到生命 机械化的设备效率特别高 健康的蹄子几分钟就能修好 牛整齐的排好队 一头牛完事了后 另一头就立马接上 师傅这个职业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人群 每个人都有几个老客户长期合作 牛蹄子长期泡在淤泥中 表面包了层厚重角质 中间加住根塑胶棒 拿出打磨机准备开干 内部出现了很多凹凸不平的小坑 其中塞满了淤泥 现在需要检查内部是否有溃烂 左边提内部并没有受伤 右边提的情况更加糟糕 内部一层角质被俯视空了 钻进去的泥都已经风干 清理干净检查是否溃烂 接着用小刀将左边提上覆盖的角质皮剔除 扯下来给二楼带走吧 师傅检查完发现并没有溃烂 现在需要将表面打磨平整 这样就修理好了一只蹄子 技术还是没得说的 然后继续处理另一只蹄子 情况也是差不多 不过好在没有溃烂受伤 修理的美观就好了 牛兄的修理工作就到这就结束了 可师傅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刚被放出来的牛很是兴奋 跑到沙地上换快的奔跑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